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诞节快乐 一定会给大家准备小礼物的 当然准备小礼物有两个含 一是我上线的新的栏目 三国沙公开课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这个主要是为一些新手 或者是刚接触三国沙不久的玩家 进阶用的 其次的话也是 圣诞节给大家准备点小礼物 我会在这个视频里头 留言的玩家抽取三名 第一名赠送国产卡牌一套 第二名赠送三国沙回馈版卡牌一套 第三名赠送一个月的会员 这个具体的名单 我会在下期视频里头抽出来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节日里头 开开心心的 行吧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 好 我们来看第一场 主攻选的是谁 快选呀 好 刘备 这边的话 虽然二号位选择挺多 但是我这边选择了徐胜 也是想给大家出一个 比较冷门的主持角 徐胜一般出场率比较低 但是作为打刘备 还是有其特殊性的 一是刘备 后期手牌容易断闪 因为他要老仁德 所以自己手牌留的比较少 好控制完去杀一下 让他翻面 产生少产生一回合 一轮行动的仁德 速推刘备就不是梦想了 其次的话 也是作为贴身位的徐胜 对距离需求低 如果你是远之位的话 你关键时刻需要你去翻面 你没有距离 不是很尴尬吗 所以贴身位还是个好处 对距离的需求比较低 这边刘备骑手也是 压了一下远之位的貂蝉 比较像反贼 这边对我来说是好事 杀比较多 杀一刀跳身份 完了就过了 这边二张也是比较偏反贼的 这些都像反贼 二张把我固振回来 也是可以的 但是二张那边竟然跳了一个 中内吧 但是我觉得他是忠诚的可能性比较低吧 可能是个内奸 对吧 但二张内奸还是嘲讽的 这边也是挺意外的 不过我们肯定是尽量的留闪 因为这边还化身那个蜀国的武将 就算你二张身份不定义 我们应该不是丢闪 希望二张固扇而丢杀 因为留一张闪 也是防御下 因为贴身位怎么也是 表面上表的是一个蜀将的作词 所以不敢冒这个险 这边左辞有一个流扇 我们记一下流扇 这边也是 不是 左辞也是跳了一个反贼 左辞跳反贼可以 对吧 个人能力比较突出 而且虽然现在只放了一个流扇 但是流扇加貂蝉 这个输出性还是有的 所以貂蝉一跳反的话 效果就比较好了 当然前提是二张 谁 你左辞有享乐 有放权 对 但是你二张对你的放权克制比较大 所以我们希望二张看清楚 这边二张果然跳了一个中 但是我个人定义是那把 但是又打得太拼命 又像中 但是如果他是中的话 选将就有点坑了 刘备和二张没有任何像性上的共存 因为刘备是不可能弃牌的 这辈子也看不到刘备弃牌 除了棋手的一下 所以不定义 这边叼山跳反 一切剧情 按我们来定 我们来看一下 做太日词 太日词还是比较好奇的 因为太日词棋手牌攻击能力比较大 这边先顺 让邓爱无懈了 这个我觉得应该先掉身份吧 这个无懈无容了 他顺也是想帮邓爱去 囤下田 当然也有可能是跳个内 但是我个人觉得不管你怎么做的话 也应该先跳身份再顺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合适一点 如果是忠诚的话 但是我们觉得他要是先顺的话 可能就是内奸了 灵桶这边 装备挺给力 起手 手起卡了吧 但是产生的作用比较多 尤其是这张乐 关键 就被这边无懈出来 这个乐关键 但是无懈人家控的 那就没办法了 就被这边动了 我个人希望的是他 多人得点牌 完了我通过自己裸摸 看能不能摸到过拆 什么的 能把最后一张牌拆掉 这样子的话 我就就可以属性杀 他两张牌 给他摸两张牌 这边我比较希望的 虽然是贴索好牌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希望 能找到过拆 因为我觉得刘备 最后一张肯定留的闪 但是没有找到 我就直接杀了 也很意外 竟然不是闪 这个真心 我觉得刘备 怎么也应该是个闪 不是闪就不客气了 对吧 再这样贴索把二张带走 二张果然是忠诚 这个选将 可能是他没有别的将了 只能选个二张 但是如果是有别的将 去选二张 那肯定选架上有失误 这边挺意外的 按道理 我觉得肯定刘备 应该一留个闪 既然没闪 没闪的话 他这样子去扔得光 就有点太胆大了 通过这一次 赚到一步小的一个输出 这边左辞可以直接去 那叫什么 放权给貂蝉 但是他没选择 这个一是可能是有话图了 想恢复一下 二也是想让队友知道 他有话图 二也是觉得貂蝉不太危险 个人觉得可以让貂蝉动两回合 这个就有左辞来定义吧 具体他的手牌不清楚 我们不敢定义吗 二次听点 一是帮灯爱图田 二是看能不能成功 成功了 这边的话 看他能产生几点杀 红杀 有这个 两张红杀 这个就逆天了 有点 一张红杀正常 但两张红杀 这样子的话 还好就做辞 有急救 这边的话 基本上刘备是逃不过下回合了吧 你这要逃过的话 就有点太小看木反贼了 我这个男蛮 左辞那边应该是两红 我这个男蛮 一会儿可以去放一下 收了灵桶 看能不能产生自己的输出 左辞如果是一个红 可以保一下貂蝉 保一下貂蝉 完了他一会儿再去进行一个 那叫什么 放权 这样子的话 我们基本上能去带一波带走刘备了 这边的话 有一个火攻 为了去成功的火攻成功率 我还是决定先放 这边个人觉得貂蝉是死不了的 就算是貂蝉死了 首先这左辞有一张牌 貂蝉有一张牌 不一定死 就算死了也没事 因为我收了貂蝉 灵桶两个人 我这边南蛮一点伤害 火攻一点伤害 杀一点伤害 三点伤害 刘备能求两个桃 就算这还死不了的话 我可以续报 让左辞那边放权给我 我再杀一遍刘备 刘备多半就死了 这个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 一会儿我能杀成功破军的话 我也不会破军了 貂蝉都活的 这样子的话 不给他过任何未知牌的机会 方便能瞄死他 先火攻 这个不是排序错误 这个是我为了看一下 这个桃子大概的位置 因为我还有一点伤害 这边刀案一吃 我知道刀案没淘 我就拆态使词 可能是淘的牌 我拆掉一张 拆掉一张淘 这样子的话 赶他嘴也碎了 这样子的话 我这边再杀一刀 有可能就成功的收掉了刘备 这个就是我今天在微博上 发了一个微博 就是说当你有多点输出的时候 你的控制牌可以后手用 这样子更好的 能找到淘的密度 因为你还有一点输出 如果是 直接刚才在泰尔茨求淘 我那个过拆 就不会去拆邓爱了 就会去拆刘备 这样子方便我过拆 拆到淘的距离比较大 这边的话 刘备是稳死的呀 左思那边一放拳 基本上两轮离间 是不可能活的 最终的话 成功的收走了刘备 这局其实 还好吧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徐胜那一轮 成功的破军以后 造成了两轮的急我回合 直接把刘备推死 要不反贼气肉 还是比较悲剧的 貂蝉和灵统的状态 都是被泰尔茨在那一轮 却压得很惨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 我们反贼的急我回合 直接退掉了主攻 行我们来看下轮视频 这边是一个网友传给我的 这是我在我邮箱里头发现的 这个莫菲 这应该随机的名字 邮箱的名字忘了 不好意思 这个朋友 反正你也知道 反正你看到了 肯定懂的 但是这个ID叫莫菲 我觉得不是他真正的ID 这应该是一个测试服的视频 体验服电信入口 陈琳这个昂赖的专属武将 高富帅才有的 咱屌丝是没有的 是用不到了 所以做一做别人的陈琳主持角吧 因为大家能玩到这个武将的几率很低很低 一区传闻只有两个 一区一共 那么多人只有两个陈琳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基本上看不到陈琳的主持角 和玩到陈琳的 所以干脆给大家多做一点陈琳的主持角吧 这边强宝 好 这个是网友传给我的ID叫莫菲 因为测试服啊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他真实的ID 但是是一个内奸8号 内奸选择了陈琳 不是8号位啊 说错了 6号位 这边的话对于我们来说爽死了 包括我啊 因为陈琳才是真正的高部帅武将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基本上玩不到了 那个除非测试服里头有他 对吧 那个正常玩全一区所有人只有两个有陈琳的 淘宝卖价是2000块钱 所以我们多看一看陈琳的主持角吧 帮大家也是节节可 这边寻一酱油 寻一酱油正常 还不愿意跳了身位 尤其他是没有防御牌 而且大家企业都是手牌满的 如果他嘲讽了可以被速推死 这个正常具体身份带定 这边二张跳了一个反 张春华跳中 张春华是中暗 原智卫的张春华也可以吧 但是很容易被乌龙的 这边二张 给了一个藤甲 两个两个思路吧 一是看能不能有机会火杀推死草屁 这个可以有哈 第二也是防止忠臣那边有南蛮什么的 跟草屁配合 让他翻面 都是可以的 那个因为草屁怎么也是属于一个伪卖血流的吗 你放个藤甲让他卖血的机会降低也是正常 这边张春华跳中 强势推二张 哦开始不停的无蟹了 这个无蟹我从看一遍 临头打第一个无蟹 反 不练时钟 寻余又是反 好 身份明了 这一下一回合无蟹全把身份都弄出来了 这边孙策给二张送牌了 我们看一下主角 牌比较多 先是用送 这个是送瓷 那个把手牌比较多 哦 有二张在 对 上次我说评也说了 那个是最喜欢看到有二张在的对面的对立身份了 这样子 因为他们很容易出现这个手牌比血线高的这个状态 所以很好地去使用送瓷一回合拉了四张牌的牌差 压了零统一刀 这边看一下 他还是不太愿意打得太拼哈 因为是内奸嘛 要留防御保护牌嘛 所以有这杀了两刀把连弩一换 还是给自己满血满手牌过 并且继续的压低血线以后 一个送瓷继续的压 啊 因为送瓷是属于那个 啊 那叫什么 限定计哈 八个限定计 每个角色只能用一次 想起来了 所以他这边用这三个 我们都要记一下 这三个人是不会再能用了 刚才最后笔罚了一下二张 也是逼的二张把那个白银狮子还回来 这等于说是帮助对方制衡一个同等类型的牌 而且我们知道二张明天有一个装备 所以很有可能的是把那个白银狮子再换回来 除非你二张愿意扛的飞滴血的危险 这边布链师也是忠诚 布链师 阿赖场正式还没上线 这次更新我以为会上线 但是出现一个什么 吴国泰秒杀 没有上布链师还是挺失望的 布链师可以玩完 又简单 操作简单 而且也有能力 完了也是一个伪卖血流的武将 卖命流 这个说的准确点应该是卖命流 因为他是在死后以后会产生一个队友的收益 当然我们上次视频也是说过能活的就活个 你过二张牌给队友三张牌 但是你每回合过二张牌和只能一次性过三张牌 肯定是你每回合拿二张牌效果好 除非是那种比较 那叫什么关键危险的局可以用一用 刚才这个杀也是刚才通过布链师给他拉过来 就是从寻域那边拿过来的 是吧 我记得是 要不怎么多出一张杀呢 对寻域 寻域那边果然是防御牌比较少 全是这种 杀 刚才起手起了三张杀 这边有一张杀 放南蛮 放南蛮的意图 一是草币收不了 但是我觉得稍险危险吧 我觉得这个寻域这个南蛮放的 可能是他还要出了 因为我觉得灵统那边比较危险 你怎么敢随便去放呢 反正你给了二张 二张那边能固阵 所以这边 二张直接还回来白银狮子 小只肯定下 拿了一个武器换了一个白银狮子 给孙策 这个方便孙策能击 我当然现在反贼方的击火目标 还是以张春华那边为主了 那个因为张春华现在呢 打开一个缺口 还是以他输出为主 陈琳这边牌比较多 所以不好杀 这边张春华春哥 显示出自己的威力来了 伤势血限低 就这好处 看一下本次伤势 能不能带走二张 看什么效果吧 起码牌比较多 看能不能再用了 哦 果然是还能继续的伤势一张牌 并且也是撑回到二血 对于主中方效果比较好 但是对于我们内奸主角 首第一考虑的就是徐玉和孙策怎么搞 啊 第二也就是考虑一下张春华 主攻曹皮进入单挑比较薄弱 这个倒不是什么威胁 其次就要考虑一下二张和灵桶的这个配合了 这边孙策贝勒 一定要能强秒了灵桶 这个也是刚才我觉得徐玉那边很胆大 因为你反贼方比较靠谱的配合 也就是灵桶二张了 第一回合没产生效果 是因为灵桶那边为了带装备 所以他自己吃槽了 没有直接是弃牌去产生这个旋风 对吧 没有选择跟二张配合 但是也可以吧 但是灵桶有自己的想法 可能觉得想留一轮下一轮产生 但是这一轮你反贼最好是能保住灵桶 而不是让灵桶危险啊 虽然刚才灵桶那边出杀防御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危险啊 这边竹竹脚成功的收掉 手张握这么桃 收掉正常啊 反贼方那边没桃子也是比较悲催 然后这一下二张爽了 竹竹脚也是有想法 没有把无中开开 因为本来就要弃牌了 所以这边要慢慢的去考虑 给些什么 最终的话可只能给一个桃子 无中没开也是降低一下牌的数量 这边还过来一张杀也是可以的 对笔伐选择也是好的 还像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都说了 陈琳属于回合外反回合外防御性比较低的 像这个时候牌几两都比较好 也没必要笔伐 而且二张肯定是有基本牌 对吧 那个也就没有什么作用 寻遇什么的完了再说 寻遇一选了也是比较头的 这边不练十强秒 但是那边有个明桃 难秒了呀 看一下情况 一会可以选择这边 因为手牌比寻遇多和孙色相同 这边只能安序 安序张春华了 张春华那边一张 但是 看吧 看能不能拿到什么关键的手牌 这边应该先安序吧 我靠这个牌有点问题 不练试 对吧 先安序看能不能 张春华把明的桃子拿走 完了在这边沙漠 对不对 这边草皮一直作用比较低 在这一轮终于该开始该动动了 换装备了 这是要弃牌了 一换装备就知道他要弃牌了 因为他怕给二张 顾振回去 但是作用好低啊 起手被藤甲弄 这也是二张那边考虑的比较多 一个藤甲把草皮主的特性都打没了 草皮一直也是属于 降与状态 当然前提我们看一下 中辰王给不给离 尤其张春华虽然说一直非常危险 而且在反对堆里头 但是一直扛到现在这个效果 啊 真真心比较靠谱 这边 草玉说 刚才那是一张明闪 你杀不杀吧 这边张春华 通过杖八 这个也是跟有点像陆迅了 意味着 有就跟陆迅的效果差不多 比一血时候还发发动能力 比陆迅效果强 所以春哥嘛 对吧 当然黑的人也多 这边看一下张春华本轮 叮嚷光 换了 伤势了半天牌 有什么效果 春起二血 但是没别的 这边天都乐 看一下孙策那边 继续的选择 就那个秒张春华 这个张春华 真心是帮我们主人角吸引仇恨了 要开心死了 按道理说是最好杀的人是谁 陈琳啊 但是有张春华嘲讽了 张春华起手那个无邪打得挺开心的 说实话按道理说是骑手分析武将的话 你还是比较难分析清楚张春华是中的 自从张春华那个无邪 完了导致二张的急火 反正帮所有的输出都浪费 张春华那边帮我们内奸 腾出了很大的输出空间 这边难瞒 张春华带不走了 主要是看能不能收到二张 虽然说是群运那边能 解命一次 但是还是有机会能收死 收不死的话 也看情况看能不能活攻 让他求二逃火攻 没有火攻 那我来考虑一下 当然这边 那看他先弃什么牌吧 因为我看他放南蛮 有火攻有可能是想二杀 秒了二张 但是我觉得他没有火攻的话 可能是我理解出思路了 这个时候他可能是觉得反贼方 是比较劣势的 因为他半天杀不死张春华嘛 所以他放南蛮是为了提高下 玄遇玄遇玄遇的作用 给二张补牌 其次的话 虚报一个火攻 也是一会儿对 像布链尸这种 以及神装的布链尸进行压制 来了 也是把你内的身份跳出来 这个可能是主角这一轮的思路 因为刚才放南蛮 肯定是收不了张春华的 张春华名的账八 所以一开始我可能理解错了 不过打的也是没问题的 因为现在反对敌气劣势 因为张春华那边太能扛了 这边九杀成功 玄遇玄没有闪 要背剧 看一下 好 这边孙子没逃 主子角救了 这个肯定是 第二 刚才我所考虑的第二种思路 他觉得反贼能力比较弱 所以通过南蛮 一是想提高下反贼的过排率 二是想看一下效果 这边保下 熊玉也是希望熊玉那边能产生自己的作用 好 熊玉铁锁自己 这个可能是想让队友通过自己当跳板 用火攻火杀杀自己 当然自己有火攻也可以火攻自己 这个就看下他手牌的能力了 当然这个思路是绝对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火攻自己 这个也太风骚了 本来熊玉这一轮打的非常的有想法 成功的能把张春华的野血 或者是把布链石打餐 这样就帮助我们主角来很好的控场了 这边张春华又吃久了 这张春华能死吗 从开头反贼方的反贼方堆里的张春华 打到现在张春华还是这个状态 不停的就是那种将死不死 一到自己动用的把血线撑回来的状态 二张一看你陈琳跳内 所以说果断的是要示好一下 希望内剑那边控场给力一点点 张春华现在方万剑 这边两个队友都是藤甲 方万剑也是想压一下 这边继续的球伤势 那个看能不能爆发带走二张 结束 乐了一下孙策 这个乐主要是防防止自己被秒 但是因为有二张 反贼方肯定是排的降低的能力 就排的利用力是肯定不会损失的 这边火攻 上一轮虚报的火攻 果然是这边要搞张春华 这边为什么没有雷杀 这边也是雷杀 看错了 以为是普通杀 成功的带走布链石 把一个低嘲讽的张春华留给反贼 你们去搞 我们也是可以看出 这个效果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陈琳给自己送词 呃 那个送词白银狮子 完了给自己回了一滴血 大家可以可以去稍微的 学习一下 因为送词这八个人都可以用 对吧 那个啊 一回合来 而且这种细节处理也是比较好的 这边二张 反贼 哎 春哥就是春哥呀 我怎么感觉反贼 这边先杀后再要直剑 当然这种小细节也就不说了 但是我觉得说春哥太牛逼了 活到现在 赵大依然坚挺的在这 连神装的布链石都去了 你春哥 太给力了 然后看一下森策 哦 九杀 看能不能把张真华打到求逃 哦 还有一张闪 继续的伤势 我们竹子教这边 愿不愿意去帮反贼 按道理可以去酱油酱油哈 但是你觉得张真华这也太逆天了 可以帮一下 哦 竹子教这边还是选择淡定 二张这边施好 帮顾镇回来 但是竹子教这边淡定的 还是让你们反贼慢慢杀去吧 反贼头疼死了 从开局第一回合 九杀成功张真华以后 张真华基本上就再也打不动了 这边闪 哦 二张还有点危险 一拆一顺 这裸摸效果也是太给力了 直接求逃 看一下孙策 没逃 本回合反贼方基本上 我想想 反贼方吃逃了没 一个逃都没空吧 好像 反正 二张是吃过逃的 只有二张吃过逃 好像是 还算了 不算了 但是我知道主中方陈林那边空过 二张桃好像还是主主角给过去的 对吧 但是其他人一个桃都没有 尤其是孙策酱油了半天 半天杀不死张真华 其次 一个桃都付不出来 太酱油了 这边主主角 可以考虑动 去利用青龙 让张真华求一张桃 杀是肯定够了 强描 张真华求桃 主公那边吃桃 主公有桃正常的 反贼没桃 你该轮主公了 比罚一下吧 哦 给了一个无限 这样子的话 张真华只要没锦囊 就肯定还要再求一张桃 所以还是有机会让张真华死的 进入主反内了 如果死的话 啊 付不起 那这样子的话 看一下主公那边 没有 好 成功的收掉 这下的话 主 我们也可以看 间接看到陈林补刀的作用 本回合内奸 真是沾了张真华的光了 初期反贼 激活了张真华再也把这个矛头扭向不了别人了 所以他的状态 状态非常的好 初期有了非常大的输出空间 中期也是找了一个机会赶紧挑内 啊 创造次自己的控场优势 张真华一直帮他扛到现在主反内了 啊 进主反内 草皮间的强势的打孙策 而且现在就他没有神装 啊 嘲讽也是比较低的哈 有可能反贼和啊 主公现在先消耗一下对方 对 就像现在 自己有一个虚报的空间 有一个南蛮 这边孙策是觉醒了 肯定是翻面你觉醒的孙策 给了自己一次机会 看一下这个过拆如何选到虚报了 啊 这个是 不想提高自己的嘲讽 虚报一下锦囊 找个机会去秒人 这个可能是这样子 拆一下加一码 杀一下 我想想啊 这个我觉得 怎么说呢 就是你既然是刚才有黑杀的时候 没有选择拆加一码杀一刀 这轮红杀可能也是不想提高孙策 对他的嘲讽度吧 就是怕孙策一觉得啊 你竟然去搞我啊 果然是还是杀过来了 但是用红杀杀一个八卦阵的孙策啊 是孙策的收益还是比较高的 这边虚报了一个南蛮 一会找机会 桃还是比较多的 一直没有使用笔伐 主要的原因还是 一是牌比较好 二也是没有合适的 因为也要保存自己嘛 笔伐是在自己弃牌结束以后 那这样给自己留两张牌 是比较危险的 曹币现在强秒 孙策 但是没有成功秒掉的话还好 其实陈琳打曹币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笔伐怎么也是体力流失 啊 这样子的话还是比较赚便宜的 这边方半剑 曹币翻面孙策 肯定的 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了 因为陈琳现在表现的还是比较弱 强 哦 这边强势的两个翻面 但是曹币现在比较危险 但我们主角这边逃多还好 就是说你孙策反贼强秒 曹币的计划还是比较劣势的 这边曹币乐了一下内奸 提前控内奸 这个曹币选择的控场思路 绝对没有错的 因为你内奸手牌太给力了 留了一张南蛮 是方便控场 不过孙策现在 觉醒后的孙策 虽然说是阴魂的效果比较少 但是阴姿也是很给力的 所以能快杀还是快杀死吧 要不真心比较头疼 反贼还是比较给力的 这边的话 呃 没什么作用 哦 有可能比伐了 对吧 气南蛮就肯定比伐了 呃 因为南蛮万一 人家给了人家南蛮也不合适 就是如果人家能换了 那那这样留一个装备 你这样子的话 孙策如果一回还不过来 又秒了 神装的孙策被笔伐弄死了 这个也是正常的 因为有装备的人比较 概率比较低 这边的话 看有没有笔伐装备给 啊 不 这个曹币刚才是孙策的 刚拿着装备 现在这回合不要用 对吧 等他把装备全带起了 那个这样子 曹币有装备的 概率就比较低 下一轮比伐一下 也许就能压了他血了 哦 这边曹币 决动 这样子的话 主角还是比较危险 我们来往下看一下 啊 这 等一下 曹币刚才打的有点看不懂 我来看一下 哦 比伐了 那个装备果然是留到 这一回合 看成功压血了 这个就作用 刚才曹币为什么不先杀 还浪费一个无蟹 对吧 这个排序处理的 我就说嘛 怎么无蟹了 闪在杀呢 那无蟹拿无蟹有什么用 你不如为什么不先杀 再开五谷 这个实在是考虑不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陈琳还是比较克曹币主的 而曹币主血线越低越难打 那就是作为单票能力 因为你血线低 你翻面也不是了 对吧 这边都不好给 所以没有去比伐了 因为怎么也说是 起牌后 这边冰一下 哦 漂亮 天度 哎 但是不给力啊 那边人王盾卡得死死的 但是曹币也是酱油 这个就等于说是 曹币酱油打陈琳 陈琳只要撞他一回过来 血线一多 就牛逼了 这边把人王盾先限制 并且又能笔伐一下朱雀以善 通过这种不好回的装备 这慢慢把曹币的血线压下来了 曹币太尴尬了 这个单挑实在是薄弱 本轮主攻曹币真心是酱油过来的 血线一撑 这下的话把速度加快一点 曹币是没得打了 有时再有一些关键的像比如没用的锦囊啊 或者是装备啊 你曹币基本上付不起的 笔伐死了 主角打的还是比较稳的 像现在这种关键性的基本牌是不愿意给你 坚持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一会儿笔伐死还是杀死 如果杀不死的话就笔伐死了 最终的话是杀死了 本轮陈琳内奸初期因为张真华的作用 他的嘲讽比较低 中期跳出名内帮助反贼控场 完了后期进入单挑 完克曹币最终取得了内奸的胜利 而且我们也间接了 看出陈琳很多小细节上的高能力啊 除了他防御性 回合外防御性比较弱以外 剩下的能力都是不错 包括这个笔伐的作用 大家也是这一轮 这个视频比我上次出陈琳主子角 效果要好多了 笔伐用的比较多 而且像宋慈的一些小配合 初期送压低灵桶 宋慈了一下他 让灵桶和二章初期的配合 没有配合起来 这是其一 第二点也是宋慈自己 完了去掉白银狮子 这种小细节的处理 前期的什么压压压 这些无所谓的 中期的控场思路也是比较好的 包括那轮 南蛮的思路 虚报火攻去秒 这个不练尸 都是可以的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圣诞节快乐